原标题 萨达姆百万大军为啥都跑光 看萨达姆儿子养的丑木就知道了很多网友很奇怪 萨达姆给了伊拉克人那么好的福利和收入 为什么在战争当中百万伊拉克大军瞬间崩溃 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以及亲戚们也迅速被逮捕 最后十年游击战反对美军的 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宗教原因和美军解散了伊拉克情报部门和军队导致的反弹 没几个人却为了萨达姆打游击战的 萨达姆以上才就是八年两亿战争 伊拉克欠了几百亿美元外战 紧跟着就发动海湾战争 结果被禁运 在伊拉克国内十多年时间起时都是食品配极致 当时伊拉克的失业率超过60% 伊拉克一个终极军官也只有不足100美元年薪 伊拉克的纳尔更是从对美元1比3变成了2000比1美元 整个经济几乎崩溃 伊拉克真正富裕的时候其实是萨达姆的前任贝克尔总统时期 达到了人均年收入5500美元 后来就是萨达姆发动政变推翻了贝克尔 伊拉克经济才开始持续下降 唯一过得好的伊拉克人 其实就是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 那里享受着诸多的特权 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也同样花钱如流水 特别是乌戴的恶行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自己搜索一下就能知道了 乌戴还是一个喜欢养狮子老虎的人 乌戴的首席贵贼首先年36岁 阿布艾卡奈德曾经讲述过乌戴拿人为狮子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乌戴和库赛作为2号和3号人物临死的时候 身边没有一个保镖和随从愿意跟随他们的原因 伊拉克人恨美军 也恨乌戴和库赛 阿布艾卡奥